字幕提供 也似乎RPG比較多 以前很流行的實時戰略遊戲 現在都越來越少了 聽說原因是實時戰略要慢慢建屋 養人 節奏比較白 最近EA就出了節奏很快 而且將實時戰略和卡片遊戲放在一起 兩種Fusion 新作 這隻就叫做Battle Frog 它裡面的兵仔 怪獸就不用養出來 而是用卡片撈出來 就像這些龍 兵全部都是只要抽到一張卡就可以召喚出來 就有點像漫畫遊戲王 那這些卡是怎樣呢 當然就要付點數去買 那這些點數除了付錢的遊戲廠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遊戲 去網上玩2-12人的對戰 打贏了就自然會有分 看到這隻遊戲 怪獸可以很巨型 而這隻兵很小 也有大小的比例 很誇張 想看更多這隻遊戲的介紹 請在屋子FaceCatchup 開始吧